此次讨论会讲者之一 全球公共健康组织Resolve to Save Life的执行长 托马斯·弗里登博士表示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正持续扩散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全国性动乱 已造成超过100人死亡 上万人无家可归 11月22日 流亡军阀联合民主军 对东部大臣贝尼市发动了清乡屠杀 之后民众控诉驻守在贝尼的联合国驻刚果特派部队 对民众的呼救通报毫无反应 各大城市因此发动反联合国的排外示威 弗里登博士表示 这都对控制伊波拉疫情造成影响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复合性灾祸 让未来防疫工作困难重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截至11月22日 刚果伊波拉疫情共爆3298起病例 其中2196人死亡 博士表示 防治伊波拉疫情各国都有责任 纽约市三年前也曾有一起从西非带回的伊波拉展病风波 如今每年都在防范 今年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就花费1110万防范 全美则花费2.13亿美元防范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 唐晨 纽约报导 谢谢大家